我们昨天说到南京发生了这个大面积堵塞的问题 高铁堵塞 这是由于野猪冲入到这个线路当中 导致设备故障 然后继而引发了一起人生事故 而野猪在南京地区已经氛烂成灾 这个据说是每平方公里 有四头野猪 这个野猪的数量确实是很大 但其实何止是南京如此 全国各地据说有26个省市都身为野猪所害 野猪的氛烂 这个跟目前的保护政策 跟有关方面的对策是有一定关系的 大家在野猪这个问题上没有好好地处理好 很多人说非常简单的一招 就是允许吃野猪 这个野猪肉其实也蛮好吃的 虽然我没吃过 但是吃过的人说还是不错的 毕竟也是野味啊 那野猪肉 允许吃的话 就不至于在全国各地 造成野猪的泛滥了 而野猪对社会公共秩序的影响 也就自然不存在了